范围的方式一次就全部还原 会比较快 所以我先加 OK 还原 有没有你会发现 它的效果跟刚刚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该如何撰写 那首先第一个 它的规则是这样 因为我们刚刚第一步是 先选那个范围 所以其实格式化 这个VBA的话 第一步也要先告诉它说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行三十二列吧 那特别注意 不过它现在如果A栏的话 只会跑A栏 但是我A栏要到L栏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会多一个for j J的话指的是哪一栏 for j等于什么呢 1到12栏 特别注意 你不能A栏到L栏 因为它不接受 它只接受数字 所以我们是从第一栏到第十二栏 那做什么呢 把这里面的资料拿出来 用一样用weekday 因为VBA里面的函数也是用weekday 然后判断一下是礼拜六 如果礼拜六的话呢 那我就做格式化 格式的方法底色跟字型的颜色 我们刚好前面有讲过 有没有 你就把它加 但是这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错误讯息 就是说因为这边有些里面是空的 所以如果它里面是空的 你用weekday来判断会产生一个bug 因为它里面不能丢空的给大家 所以你要先跳开 如果是空的 那你就不要做判断 当它不是空的 你再去做判断 所以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程式并不复杂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把那个 我刚刚讲过 第一个你可以先打什么 打一个sub 然后格式化日期 一样 然后entersub 再来的话就是打什么 for i 有没有 等于2到32 enter两下 打一个nest 再来的话 for j 等于1到12 一个是什么 列 一个是蓝 OK 这应该没问题吧 那再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先判断说里面是个空的 所以如果 如果里面 那个范围里面的储存格 叫cells 的i列的追栏 就是打这样就可以了 cells i列的追栏 这样就表示说 里面的所有的储存格 当它什么 不等于空的 不等于空的 意思说里面要有日期 then 我才去做底下的事情 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 if 那这样子意思就是说 如果当它等于空的 那就跳过 他不会做逻辑判断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判断他是不是礼拜六 所以 是不是礼拜六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 一样用weekday 在VBA 先打一个 控一个VBA 这个打不打的关键 电 weekday 哎 有没有发现 VBA里面也有weekday函数 使用方法都一样 刮弧 然后你就把什么呢 那个储存格里面的所有资料 就是sale的idea的虽然 一个一个丢进去让他做逻辑判断 如果判断 逗点后刮弧 如果 所以他结果跟eSale一样 如果等于等于7的话 空一格 那表示说呢 它是什么 它是 那个礼拜六 那一样打N的一副 如果它是礼拜六做什么 哎 请你帮我把他的 字的颜色变成深绿色的 然后底色的话呢 那就变成 浅绿色的 OK 还记得吧 那个什么呢 就这个储存格 字的颜色 我们前面有讲过 字的颜色 这个phonecolor还记得吧 phone.color 等于什么呢 颜色就RGB 刮弧 绿色的话 我们前面有讲 0 豆.255 豆.0 这个是绿色的 可是问题 我要深绿的话 深绿怎么做 其实如果你不会的话 我讲过 你可以从常用里面的这个油漆桶里面 其他色彩 找到一个深绿色的 然后制定一下 有没有发现 诶 0 128 有没有发现 而且这个数字如果 越底下的话 好像颜色越深 有没有 甚至到 000就黑的了 有没有 所以呢 干脆这边 给100 不要好记 那如果浅绿色的话 怎么做 往上 你会发现哦 这个数字好像越上面的越浅 有没有 所以其实大概给个什么 这边应该给200好了 那这边也给200 这样就浅绿了 OK 所以把这个号码怎么样 填到RGB里面去 就是一个深绿一个浅绿 OK 那我们把这个数字把它放过来 那这边的话就是把它改成100 这个是深绿 那底色的话 底色的做法是 一样这一行哦 只是把这边复制过来 这边改成什么 intereo 这可能要稍微记 intereo 这一个 这个就底色 OK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大概稍微查 浅绿色的话呢 我就把这边改200 这边改255 这边改200 这样就浅绿了 好 这个也是礼拜六的 我先执行礼拜六看 应该可以看懂吧 这个是烈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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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先检查一下 它里面一定要有资料 再去做逻辑判断 如果是礼拜六的话 就帮我把它全部改成 字的颜色 底色 OK 这是深蓝 这个是 深绿 这个是浅绿 OK 执行看看 OK 效果出来了 那礼拜天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把 这个逻辑 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然后把这边改成 改成 B 有没有 然后呢 字的颜色如果是红的 红的话呢 就把它改 255 G 没有 B 也没有 有没有 这个就红的 那底色的话呢 改成黄的 黄的怎么改 黄的我好像讲过 红配绿 有没有 所以红色 配绿色 没有蓝色 好 这样就写完了 所以礼拜六 底下就礼拜天 所以其实以后如果还有一个 你就再把一个 所以同样这个你可以把它当范本 所以回去的话可以试试看 工作里面有没有类似的资料 你希望能够在那个范围里面 自动把某一些资料找出来 把它填上不同的颜色 那你可以一个 你要填第一种填第二种 如果第三个你就再贴 第四个第五个 OK 所以这些你可以大家放 当范本没有关系 主要是慢慢要熟悉 我想应该 说真的你要马上把这些完全记起来 应该不太容易 OK 除非你要做的很熟 因为这东西 可能大概多做个几遍就熟了 主要就要花时间 好做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礼拜六有了 礼拜天呢 执行一下 也有了 有没有 礼拜一要不要 也可以啦 礼拜一再一个 礼拜二 不过 应该没有那么无聊吧 没事 不过你如果时间很多的时候 上班 假如说你事情都做完了 你就不断练习嘛 像这种东西说真的没有别的诀窍 就是练习 真的 你也熟了 而且其实里面没有太多 对 多余的东西 有没有 列 这个前面上都写过 只有今天多这个 难回圈 有没有